我們都知道青民族要吃潤餅 不過其實紅骨粿銷路也很好 透過順天宮前前有一間賣紅骨粿老店 只跟青民族就這麼老店 這間八十年的老店不僅是第四代在經營 因為現在時後還有五十年 而且既銷又很實在 所以平常時這行李就這麼好 剛到日子見到是幾何月二十月 透過天時代宮比一間賣紅骨粿 店民雖然不太大 但是平常要吃紅骨粿和七角粿的民眾 都知道好來這裡買 因為這間有八十年在四個老店 一直延遭賣人的古早味 我是覺得土豆比較好吃 土豆的嗎? 那你一名都來怎麼來這裡買就對了 對啊,我只是在台北都來 糖也好吃 糖也好吃 那你一名都來這裡買就對了 就常常都在這裡買慣慣了 目前這間紅骨粿店是有第四代經營 他們所用的土豆是當地幼稚的土豆 七角粿也是自己所情的幼稚作物 真材實料得到消費者的運動 而且一粒這麼賣的25塊 保留多少 做幾十年了 像我們台灣他們的朋友做到現在 我現在在四代了 在四代了? 在四代了? 對 那你都做什麼? 做什麼? 土豆 土豆稍微大 土豆稍微大 對,跟四代紅骨粿 我沒有,我們都坐25塊 坐25塊 對,坐25塊 我那幾個年都沒有去 對 現在的東西每個人都要去 也是這樣 對啊 生理很大 有在做就好 這間紅骨粿店 每天的生理 都有做到九點十點就結束 萬來是買不到,生理非常好 尤其是青棉寺 少數量都穿家兩三杯 過年過節比較有 過年過節 對 青棉呢? 青棉更大 青棉更大? 對,青棉更大 你們青棉都要準備多少個月? 哦,沒吃多,比較多的消費 這樣? 對啊 那你們一家最多,賣多少? 沒有,通過 通過 幾百地這樣嗎? 有啦 有喔? 有啦,剛才百地 經濟地方人數表示 這間紅骨粿店 是在一家時代 由第一代 庫順河所創立 幾年以來 一直都沒有店名 做成很多人要來買都找不到 所以後來 就加上庫跟紅骨粿來做店名 記者以名為 蔡王普通